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车入库 我是Jim 我身边的这台车呢就是2024款的极客001了 虽然说是一台年度改款车型 但是啊 它给我们带来的升级点之多呢 我觉得完全不亚于一次彻底的大换代 那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看这台2024款的极客001 有哪些变化与升级吧 那在说变化之前呢 我们先聊聊那些没有变的 首先就是这台新车呢 它的造型还是延续了老款车型的一个基本的样式 不管是这个分体式大灯组 还是充满力量感的基盖 又或是车宽1999毫米的数据 都跟老款车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那让人第一眼看上去呢 还是能够轻易的分辨出来 这是一台极客001 那说完了不变 我们来聊聊变化的 首先就是在前杠的下方呢 它有一个突出的前唇 而在这里呢也多了一个开口 那降低空气阻力的同时呢 也能带来更好的一个续航表现 但是整体的设计思路啊 我就用一句话总结呢 那就是更加的接近于001FR 那3V尺寸方面呢 这次的新款极客001 相较于老款车型啊 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它的车长呢 增加了7毫米 然后它的车身的高度啊 降低了15毫米 所以说老款车型营造的那种 低矮的裂装风格呢 在这次新车上面 会显得更加的激进 那么往后来看 首先可以看到呢 车顶上有一个突出的小机脚 那这个机脚呢 就是它的一个新增的高阶支架能力了 然后在车门方面呢 它还是有着一个全新的电动门 虽然在我看来啊 这个功能是比较鸡肋的 但是呢 这也是目前的一个潮流所缺啊 那我们来看看细节 说明它的这次轮毂啊 提供了21英寸和22英寸的 两种不同大小 那绝对能够满足你喜欢大的心理 那还有一个好评的点呢 就是它将快充和慢充接口 这次统一集中到了车尾的左后方 那打开以后呢 可以看到两个接口 整齐的排列在其中 那这次啊 终于不用傻傻分不清 到底车头是快充 还是车尾是慢充了 那新款001的车尾呢 我觉得跟极客001FR整体的设计 还是比较接近的 除了它没有尾翼和下方尺寸 夸张的扩散器以外呢 整体基本上是1比1复刻了FR 不管是上方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还是说后杠两侧的三角形的反光板 都是跟FR呢 做到了1比1的复刻 而且它还有一个领先的点 就是它的车尾的车标呢 是会发光的 001接近5米的车场啊 给了它十足的底气 那具体反映到后备箱空间呢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镜身是非常大的 那装载很多大件物品呢 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这里有个小细节 就是可以单独的调整 后面的一个高度 然后按下这个按钮以后呢 整个车尾会进行一个降低 用以搬屑大件物品重物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便利 那说到了这里啊 这次的一个升级亮点呢 就是新款的001 它从原来的单枪空旋 升级到了双枪空旋 那不管说整体的操控性 还是说驾程的舒适性 都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 坐进极客001的车内呢 我首先能感觉到一股熟悉而浓烈的极客风 那我有几个细节呢 想讲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手感很不错的 三幅式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呢 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升级 其实就是它采用了大量的一个实体按键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升级呢 才处于真正的有效升级 那我们来聊一聊坐舱的科技 首先呢 就是这台车 它采用了一个OLED的旋转向入回频 它可以根据我的手势呢 左右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呢 整体的显示效果是比较细腻的 那在硬件方面 这台车呢 它采用了8295的芯片 也是目前最新的一个特技芯片了 所以我的操作上呢 就是非常的丝滑和流畅 也比较跟手 不会出现那种卡顿吊针的感觉 那接下来 我们来聊一聊它的音响 首先呢 这台车 它采用了28扬声器的一个亚马哈音响 总功率呢 已经达到了3000瓦 那播放一个音乐 给我的声场 包括人声呢 带来的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感受 然后呢 这台车 它的座椅 在座椅按摩的基础上 还添加了一个5D的震感模块 那也就是说 你播放一些重低音的音乐时呢 它的这个座椅啊 会给你带来一种额外的震动 让你整个人呢 更加的沉浸在这个音乐当中 我刚实际体验了一下 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爽的 那在座舱的用料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首先最上层是一个 比较偏硬的一个仿皮的材料 那中间呢 是一个布衣的编织材料 手感呢 摸着是比较粗糙的 但是看着呢 是很带感的 那在下方呢 是一个手感细腻的 软皮质包袱 中间还是有缝线 那这块皮呢 显著的提升了车辆 整体的一个精致感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吐槽的点 就是中间的这一条 蓝色的饰条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 破坏车内营造的一种氛围 那你觉得这个蓝色饰条好看吗 咱们可以在里面去聊一聊 那在车门中部 手经常能触碰到的地方呢 它采用了一个 类似于帆毛皮的设计 手感还是比较细腻的 而且看着呢 我对它的空间并不抱特别大的奢望 但是我坐进极客001的后排呢 我觉得这样的表现 还是给到我一个不错的惊喜 前排调整到我舒适的一个姿势呢 后排腿部还有大概一拳零四指的空间 头部呢 也有着四指左右的空间 那这样的表现呢 其实比不少的A级家轿车都要好 在后排的功能区呢 除了上方有两个出风口以外呢 下面是有一块屏幕的 这块屏幕呢 能够控制一些音响 包括氛围灯 包括后排的座椅加热 空调等一系列功能 整体呢 还是比较实用的 在门板的中部呢 还有两个按钮 分别是用来调节座椅的靠背角度 这个设计呢 也是比较贴心的 那动力方面呢 是这次型款001最大的一个亮点所在 首先呢 它采用了一个800V的架构打造 跟时下的新端车型呢 处于一个水平线上 然后这台车呢 它有95度和100度的电池可选 那根据电池版本的不同 以及它四驱两驱方式的不同呢 这台车它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的区间 从675公里到750公里 那对于在本月 也就是三月份下定001的车主啊 极客官方呢 还会送给你一个终身免费的支架 以及双枪空选 那对于这两个配置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那种 我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的配置 所以呢 如果你已经决定要买这台001了 那不妨赶在本月下单 享受这两项游会吧 OK 那在价格方面啊 这台001的起售价格呢 来到了26万9 相距要于老款 30万元的起售价格来说呢 降了不少 虽然这个车还是处于一个 20大接近30万的这么一个区间啊 但是你去看看网上的评论 说它卖的贵的人呢 其实很少 因为这台车 它有一个很强的产品力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而这台车呢 官方宣称 我们在视频当中呢 不能一一呈现 所以如果你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呢 不妨来线下的门店 实际的体验一番 OK 那关于这台车呢 我觉得整体的产品力就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这台车 它会不会成为年轻人的下一个Dream car呢 关于极客001 你或者还有什么想说呢 咱们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吧